我們今天來介紹太陰星 太陰星跟太陽星 它一個特質就是它們兩個是對星 它是一對的 所以一般會跟你講說 太陰的亮度 依照太陽給它什麼亮度 就給它什麼亮度 我們之前介紹太陽 它是爸爸的意思 萬物因為太陽而生長對不對 那太陰是什麼呢 你要想古人在觀察這個天象的時候 他看到太陽會覺得 哇太陽升起來天地亮了 然後那個好像萬物就可以生長了 然後他會看到很多東西 太陰呢 太陽是睡覺的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看到月亮出現的時候 他一定要休息了 然後他要睡覺 所以太陽會代表人 給人一種 旺盛的生命力 而太陰是一種被保護的力量 月光的亮度會是剛剛好 有亮但是又不會熱 又不會刺眼 可是如果沒有呢 你又會覺得 哇很害怕 周圍很黑 對不對 所以月光剛剛好的那個在天邊 然後有雲這樣子 然後你又覺得很舒服 然後安全 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漆黑 那那個時候你又剛好已經 一整天忙下來 你要休息了 所以月亮代表是一種 關心安穩跟穩定的這種概念 對應自己生活中間的感覺 它就比較像媽媽 所以太陰星為什麼代表是母親 女性 這樣子的意思 但是我們常講 所謂的屁印星 其實它實際上都會代表某一種規則的制定 古人呢 也發現到說 太陽的移動呢 會去影響的農作物的身上 那太陰呢 太陰會影響潮汐 潮汐當然是影響了那個捕魚啊 這樣子的事情 它沒有那麼直接的去影響人類生活 太陰的概念呢 被影射出來的比較是潛移默化的概念 潛移默化的控制 潛移默化的影響 跟潛移默化的制定規則 爸爸在念你的時候啊 他就比較是兇悍的 你可不可以好好念書 那媽媽在念你的時候呢 你可不可以好好念書 你可不可以好好念書 溫柔而犧牲的 一直念你一直念你 是另外一種恐怖 總之呢 太陰被影射成 女性跟媽媽的概念 相對於太陽來說 也是我們在內心裡面啊 比較要尋求溫暖的那一塊地方 安全的那一塊地方 相對於太陽 那是我們要制定規則的地方 那太陰是我們要保護的地方 溫暖的地方 當太陰啊 他在各公位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啊 譬如說 太陰星在夫妻宮的時候 誰會太陰星在夫妻宮 巨門星的時候 太陰星就在夫妻宮 那我們介紹過巨門星 巨門就是黑洞 對不對 在哪個公位 他哪個公位沒有安全感 巨門星在命宮的時候呢 命宮管十二宮 這個人呢 一輩子沒有安全感 所以要配一顆太陰星 給他當老婆 隨時隨地安撫他 照顧他 給他溫暖 所以 為什麼 巨門做命的人呢 他一定是太陰星做夫妻宮的原因 太陰星在夫妻宮表示說 感情對於這個人來講呢 是他可以尋求溫暖安全感的地方 如果說他是在子女宮 家庭 小孩 對他來講 就是他會覺得他自己安心 更有安全感的地方 所以你看哦 太陰星在子女宮 那他一定是天象星做命 天象的人會在乎自己的人際關係 自己的人際跟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有條有紋 這樣子的人呢 他隨時就會需要去擔心說 自己的人際關係被破壞掉了 那什麼事情會讓他有安全感 他的小孩 只有他的小孩呢 是讓他覺得 嗯 乖乖的 或聽話的 或聞損的 太陰星如果在天災宮 表示家庭的溫暖 家庭的概念在居家的環境 會讓這個人呢 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會覺得有安全感 會覺得在那邊呢 可以讓自己不用擔心 可以放下心情來 斗樹的盤啊 其實他每一顆星 彼此間的概念都是如此 你去研究的時候 你就發現很有意思 這個人什麼樣的個性 那他就會希望 他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在某個地方 那個總是奔波的人 他其實內心裡面 會希望一個安穩的家 自己很安穩的時候 他其實內心裡面 可能就希望羨慕那個會奔波的人 那他就會對應在盤上面 太陰星如果是在 財博宮或是福德宮 我們常在提到說 太陰啊 會叫做 也會叫做 儲蓄的新耀 財富的新耀 其實是因為啊 古代的華人 是一個長時間的 有那種有土私有財的概念 有土地才會有錢 我們古字裡面就會覺得說 有土地才會有安全感 實際上呢 他在談的其實不是那個土地 跟那個房子 就是我們講的 太陰他代表的是家 一個家的產生會是因為媽媽 所以我們常看到教會講說 所謂的兄弟姐妹 有母親存在的時候才是兄弟姐妹 母親死掉的時候 這些人就是親戚而已 親戚有的時候就會為了錢翻臉 母親是一個能夠 寬住家庭的主要力量 所以太陰星他代表就是這種家的力量 那所以說你如果 財博公或是福德公 有這個太陰星在 你就會有這種 因為要守護家庭 這種家的力量 所以你會希望你的錢財都是必須要 能夠穩定的可以存下來 要能夠安穩的 所以為什麼太陰星呢 叫做它是因為儲蓄而產生的錢 那是因為你會希望你的錢財 是能夠穩定的存在 而剛好華人地區 錢財可以穩定存在 通常都是因為買了房子 因為社會體制是這個樣子 不然你去叫那個啊 北歐那些人去買房子 他就覺得你瘋了 房子賣了 他是一直價錢一直往下掉 所以他們的邏輯可能就不是如此 我們常常在講說 你在看盤的時候 要去依照他當地的生活形態去看這些事情 你叫北海道的人說 你要有安危的地方 你要去買個房子 他可能覺得你瘋了 北海道的房子沒有人要買 一直往下掉 貪心那個所謂的要買房產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概念 被引申出來的 並不是真正的要去買房子 你要看對的地方 那當然總之他如果在財博工 或者在福德工呢 會希望那個錢財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是穩定的花用 穩定的儲蓄 花用的過程會讓你覺得說 你真的有享受到那個金錢 所以我們會講說 他在財博工的時候 他通常會把錢拿去用在什麼地方 吃啊 穿在身上的衣服啊 泡Spa 這種享受 你知道嗎 扎扎實的用在自己身上 貪因如果在貫入宮 貪因心是女性啊 他有異性的意思 主要他會希望說 他的工作呢 是可以隨他的意思去走 才能夠讓他 在工作上面 他會覺得他是有安全感的 不會是讓他覺得說 好像這個工作呢 不如他的預期 或是不能夠照他的意思 你看月亮他躲在雲裡面啊 一下出來一下進去 然後給你溫柔的光 他是一種很細膩的一種光芒的散發 所以 太陰心會有這種細膩的特質 所以他的工作上面 會有這種細膩的特質 能夠讓他把他工作守護好 因為太陰心如果在貫入宮 那個就是他要守護的事情 如同媽媽一樣去保護他 每一顆星呢 他的狀況 要看他對功的情況 太陰的對面呢 會有天同 會有天際 會有太陽 還有看他同工的情況 比如說太陰如果對面是太陽 他可能細膩的形式 可是展現出來像太陽的樣子 那如果是天際呢 他會有變動的狀況 所以呢 他雖然希望要穩定 可是他內心變動還是很大的 那如果是天同呢 天同就是會最明顯的太陰情況 不但要守護 而且還要懶惰 一切不計較 然後一切衰和 總之呢 太陰啊是我們自己內心呢 代表我們自己想要守護的那塊世界 對著你的十二宮 每一個宮位呢 就會是你想要守護的地方 你會像媽媽一樣去照顧著他 只是有的時候 那個照顧的方法 可能不是你所想的那個樣子 譬如說對面是天際的那個 那個媽媽可能有過動了的跡象 他那個照顧呢 可能就有點匆忙一點 看你自己的太陽性 在哪個位置 表示說 那個位置呢 那是你想要保護的